记者吴孟伦台北报道,中国女星范冰冰因卷入逃税风波,又被曝出涉足银行违规放贷极腐败案件,至今仍行踪不明,演艺事业可说全。 而跟她同名的李冰冰则正好相反,多次演出好莱坞电影的她与杰森时,达森合作的新作品《巨尺杀》创下超高票房, 但当她被问到范冰冰事件时却瞬间变脸,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,李冰冰出席活动时提到巨尺杀创下5亿美金,约155亿新台币,的超高票房,开心表示本没有预期会有这么好的成绩,笑称导演把她当小女孩,只要表现好就会抱她或勤她一下,至于片酬是否会长她也大方地说值得。 不过被问道会不会派国税局查税时李冰冰当场变脸,严肃地说,我会做合法的事情。 接著提到是否有留意范冰冰逃税的消息时,助理立刻出面带答不好意思,不回应。 李冰冰参演的好莱坞电影票房杰出。 翻射自李冰冰微博,范冰冰成为敏感话题。 翻射自反冰冰微博。